央视大一王行事案 时间不空过 大林慈激医院与大爱感恩科技团队 在世卫组织所举办的 医疗废弃物管理研讨会之后 与尼泊尔肾脏中心合作 举办了肾脏并筛减疫准的活动 总共服务了200多人 尼泊尔的Healthcare Foundation 以及我们慈激呢 慈激的师傅们呢 在这边就举办了一场 有关肾脏方面的这个 健康方面的篩检 医疹的地点是在比丘尼修道院 大林慈激医院副院长 也投入问诊医师的行列 此一志工们则是在等候区带动手语 宣导自备环保杯 也巧遇了在地震时 投入志工行列的尼玛 谢谢上任 我做我的慈激的志工 我好想你们 尼泊尔医师是穿着用宝特瓶 做出的医师袍来看诊 更是认同预防肾胰治疗 我们做这么常的肾脏 测试检 很多人会明白 为什么肾脏是重要的 为什么它是这么重要的 你能够找出疾病 一整天下来 有234位来接受筛检 及早发现疾病 也避免疾病恶化 戴新闻之上美志工 余山明尼泊尔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